恒大巴西外援塔利斯卡,粗鲁的中超联赛,绝对让你见识另类足球。 北京时间2018年6月8日,23时18分,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与巴西国脚安德森,塔利斯卡,安德森,提里斯卡,正式签约,租界加盟半年。 塔利斯卡1994年2月出生于巴西费迪圣安娜,身高1.905米,现年24岁,体重80公斤。 塔利斯卡擅长左脚,私职中场,可出任突前前卫,影子前锋,还能胜任中场防守重担。 塔利斯卡在场上跑位灵活飘忽,空,船,街,兽等各项技术系。 以上都是恒大公告里面的数据,24,190,80公斤。 数据说明一点问题,年轻个高偏瘦,记得上海深夸的莫蕾莫193,79公斤。 各高手的球员速度慢,对抗差。 在中超联赛想要成功的外援,有三类型。 一,速度快的,比如上海深花马丁斯。 二,身体强壮的比如恒大的高拉特,富力的海伍德,上岗的胡尔克。 三,技术非常出色,不粘球的,比如苏宁特谢拉,国安比埃拉,大连卡斯特罗。 中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联赛,它有很多特点,比如下面这些图里动作。 这几个图归纳的意思就是,球员防守动作非常粗暴,而黑衣法官则轻易不给红牌,最多最多一张黄牌。 拉拽,踢脚后跟,用肘子击把,踢当,双人飞铲,直接飞脚踹下巴。 backs 面对这样的无赖动作,裁判是不会判罚的,看看你国家队的老大哥挨的一脚,痛吗? 怕不怕,这就是中超,超越一般的渣渣联赛。